最少缺失呢,我们就反正灵活吧,对吧,就没人给你求量,你就自己看啊,嗯,好,那我们就,我把提案,到时候再完善一下。 OK,好的,让我们讨论这个结果,嗯,那就行,那我先把这个关掉,我们再看看还有什么,这几个都过过,这个,这个是新的是吧。 还说之前也聊过,之前聊过,这个之前聊过,那我们就聊个讨论区的事情吧,讨论区的。 这事情,这事情就有个,这事情都有个结果吧,就是启动第二个项目,是这样的,就是,嗯,我在上面不是标了一个颜色吗,就有一个,我是已经讨论一下,也不算提案吧,对,就是有一些困惑,我想抛一下给大家讨论一下,对,嗯,这个,嗯,实际上也跟这个年底启动第二个项目有直接的关系,对,嗯,那我 我先抛一下我最近,嗯,做了一些事情和尝试以及感受吧,其实,嗯,有几个会上也讨论过,简单说就是,嗯,呃,普朗克除了是一个有价值观的,嗯,这种建议者社区,嗯,这个基本的定位之外呢,实际上,普朗克是一个社区,对, 他需要资源,对不对,他需要一个,呃,正循环,所谓的正循环,之前咱们在上个机会也讨论过,呃,就是我们有项目得到一些商业的落地之后呢,能反补社区,对,这个逻辑,嗯,至少我还是觉得这个逻辑是要有人去落地的,对,而不是只说一说没人干,所以,呃,我除了去,呃, 就是推动了加入Dostar,加入主流社区,做建设者这个事情之外呢,还会做一些,呃,刻意的事情,就比如说,呃,去安吉,浩浩过来,是吧,跟这个,跟这个,跟这个,海绵,包括一起,哈罗也在嘛,就是,讨论是不是能把这个事情传到一起,因为,海绵觉得Bandler是一个很重要的基建,这个,没有问题,我也这样认可,对,那,浩浩觉得,在落地上, 啊,他指AA也好,337也好,在未来落地上是,呃,需要一些,呃,定制化的东西,工程的实践一些东西的,而且这个可能有一些窗口期,这个基本上我也是同意这个观点,所以我说,哎,咱们传承一个,然后去做一下行不行,但实际上,呃,聊完之后呢,反正我利用了一些,嗯,不管怎么样,一些特权也好,一些影响力也好,硬传,哈哈哈哈,传完之后的感觉, 就是,呃,基本上等于没传成,换句话说,浩浩还在研的,他的方式在研究,这个没问题啊,不是说浩浩不好,或者海绵呢,还在演,还在演,没有传起来,但我认为这个逻辑依然在的,你的Bandler,你需要User Operation,User Operation也需要Bandler,对不对,对,坐在一起,可能是能互相帮助,是的,是的,可能也会形成合力吧,是吧,是的, 但最后,传那个结果,虽然有点小伤心,但想想,社区可能也是,鼓励多样性吧,就是,呃,怎么说呢,首先我们在大的价值观的统一的前提下呢,嗯,就鼓励去做一些尝试,嗯,至于对于未来,就刚才我提到的这个,商业,呃,闭环啊,什么这个呢,可能我们,可能是我自己,给自己的压力太大,太, 有点那个什么,就年底前,必须得再启动一个,是吧,否则的话,没人去落这个,我觉得,至少每个人都有一些责任吧,当然,可能下一个机会,就一月份,讨论完之后,可能对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要做调整,因为,第二个没有起来,或者说,第二个呢,是Dowstar的这个,可能未来也有商业,洛基产,但慢了,嗯,对吧,都是一种可能,对,对,OK,我,我大概说完了,就换句话说,未来可能, 鼓励多样性,呃,是不是要,也要兼顾一些,兼顾多少,其实我一直在,纠结和迷惑中,对,OK,我讲完了,大家,他这个题目, 嗯,嗯,嗯,因为是上次机会嘛,跟交沟,我也跟他聊过,因为,他当时是,应该是现在的小组的leader嘛,然后我就说,普朗克,如果是安利亚三件要融资的话,那个, 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案例可能不够,需要两个案例,那,立项要立一段时间,然后做,可能要做个半年,是,那这样的话,呃,你要完成这个两个案例的话, 啊,其实是,要有个时间空长期嘛,是这么想的,啊,因为,本来也计划就是, 2023年,普朗克做一个,三千万估值的一个,美元估值的一个,一个,一个融资嘛,我们现在开销, 我们可能,原来计划其实是比,呃,从预算来讲,就是计划是,到2023年,一个月,平均开销大概是七万美元嘛, 然后一年大概是八十多万,对,那如果不融资的话,后面,其实开销还是有些压力的,是,这是,是,跟这个有点关系啊,是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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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我,我也说一下我的观点,首先,第一点就是,那个,就是,肯定是,就,首先是,肯定是,肯定是,配合融资是,其中的一个任务,但是,我还是想强调,这个不是主要的任务, 对,就是,肯定是,不是主要的,受责利的情况,就是,就是,我们,那个,呃,呃,就是,产出,这个叫什么,呃,成员的议算,可能会受影响, 对,是,这个就是一个现实性的问题嘛,就是,确实是有这样方面的问题,就是,但是,它客观上也会导致说,那个,你看那个,教科技很有挫败感嘛, 然后,传一个事,感觉不成,传一个事,但是,那我不这么看啊,我是觉得,你只要传事,就成了,就是,我其实想表达这个意思, 对,不要有,对,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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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社区里面做事,它就是,比较麻烦,就是,可能我们就必须得解释,接受这种现实, 就是,就是,你只要,呃,就是,那个,出发点,我现在接受的,就是多样性嘛,就是,在生长可能性, 但时间,嗯,它不等人,就是,有一个矛盾,对,对,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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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而没觉得,赵哥们有传承啊,因为, 因为,因为,我觉得,呃,我们上次不是,呃,确定了嘛,我们是两条腿嘛, 一个是说,我们得有一边是在叙事,一边是在落地,呃,至少,我现在看起来,帮得了,现在还没有一个具体的需求, 然后,我们也还在摸索这种,也,我也不知道,帮得了什么时候,可以,把这个叙事,或者我们能做到生态的一个东西, 但你光做帮的了的话,你,你是不可以,就把整个1337整个平台给搭起来,最终还是得会有一个东西去落地的, 就,我这边的话,我只是先把这个平台给搭起来,而且我,嗯,我也不是完全不做帮的了,这边呢,是啊,像,像如果海绵那边,如果有需要,就,我,我一起研究的代码,我可以跟他一起研究,嗯,就是,我们,我们, 而且现在,现在,现在,对大家的,说,在效率上,我,我觉得,完全是,OK,就是,就是,呃,如果帮得需要有事情,我也可以帮忙进来,我觉得,嗯,嗯,嗯,OK,OK, 是的,是的,是的,我明白,就是,没有对两位有任何意见,我很认可,包括相互的支持,我的目标是什么,是传承一个落地的,商业,能有商业性的,融到钱的,嗯,估值的一个,一个项目,而且,也去联系了一些,呃,可能的,这种,未来的出口,但,对,最后没拿到我想要的吧,对,对, 如果是,如果是,光受帮了,或者,呃,社交会,啊,以后可能还有,会有不同很多的方案,就,我们现在,还是在不断的目搜,然后,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 会定一个,要,呃,落地的方案,就,我们虽然社区,我们是一个,比较,呃,我们,我们,我们最终,然后,我们还是要,测试一下,这个,是不是经得通呢, 我们是一直在脑海里面,然后,一直在,呃,调研它的需求,这样,嗯,嗯, 是,大家都,都可以聊一下,反正,我现在,心态没那么急了,我是觉得,我是觉得,其实还好,还好,因为,因为我要不简单聊一下,我,那个, 我就,我就不,不打开文档了,直接聊吧,嗯,就是,其实现在,那个,可能就是这些个,其实现在行业,呃,还不是由商业主导的,我认为,啊,就是现在行业,其实是,还是偏叙事主导的,为什么呢,我会这么说呢,因为,呃,我会, 认为现在的基建,其实还不太够完善,然后也没有什么真实的用户,啊,大家在牛市的时候,是不需要,不需要尝试的,大家牛市的时候,只需要叙事,谁的固执好,或谁有一些数据,就是,不管是真的数据,假的数据,大家就会冲,啊,其实很多,很多, 那个,项目的利润就是这么来的,啊,我们比如说,那个,翻车我们,那个基金会,从两,从两百万到,十五亿的,这个基金的,这个盘子,怎么怎么弄的,不就是,defi挖矿吗,买了些币吗,啊,方他们又涨了,一百倍吗,对吧, 啊,大家都是靠这,这个,泡沫活着的,啊,没有靠,说是,就是靠利润,纯靠利润活着,这个,比较难,而且大部分靠利润活着,是靠那些,拥抱泡沫的人的利润活着的,啊, 简单来说,所以,我认为就是,所以我在那个文章里,我,我也有写,我说, 我建议我们以叙事的视角,来去看待这个,以革命的视角,来看待行业,而不是以商业的,也很好,以商业的视角来看待,就在这,在这,啊, 呃,呃,就是因为,呃,尤其是这种关于人文思潮,加密思潮的运动,他,他不是一种对自然科学的探索, 他不是完全完全全的要探索客观的规律,而是说我们要以主观的意志去改变客观的世界,啊,他会有很多这种最聪明的, 最层面的东西,所以说,呃,对于这样的行业,我倾向于革命是要来看,主是主观一直对扣,有扣案时间的改造, 然后呢,我在这边,呃,哎,我写了挺多东西的,哎,要可是是你,呃,帮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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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一杀了,还是吧, 我没有,没有杀,啊,你你原有的是在那个,道客里面,啊,我把,我把,我把这个文档给看,你要把你打开道客吧, 打开原有,对,打开原有的吧,原有的就是,嗯,对,然后啊,对,在这儿,啊,我就说在这儿吧,这儿,说,呃, 为,当然这其中也包含着很多商业色彩,当越来越多钱涌入这个行业之后,商业的视角变得不可避免, 但现阶段我认为商业视角无法占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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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去主流,因为一个用户太少, mess option任中到远,如果我觉得如果mess option,其实更像要建国之后,什么叫建国,就基建完善,啊, 雷尔托下公链,保证了抗审查,又可以承载几软TPS的并发,啊, 那个时候就是会有真实用户涌进来,啊,第二个是说,去中心化中心化的博弈达到一个稳态, 监管和抗审查公链,握手言和光阳,抽航课退一步,啊, 然后至于现阶段的,现阶段的很多项目,我会更倾向于以这种视角来看, 以那个,以传局的心态来看,就是在那个,在那个这片,这个革命视角里,嗯,嗯,是传局的视角,对啊, 那个VC需要,需要叙事,用户需要新的,新的,新的代币来去博弈, 那大家就在这个情况下去,OK,搞了一些新的社会实验来去,来做这个事情, 然后来去解构区块链,来去重新的建构新的,新的意义,啊,啊,我看在哪,我在哪写的,呃,嗯, 我觉得海绵这个文章很棒,对啊,在这,哎,在这,哎,在这,哎, 项目炮需要做实验,散户需要新的标的,VC需要新的叙事, 大家一排即合,以想象力为工具,创造一个新的博弈场, 对,这就是现状,这就是现状,所以牛市从来不需要靠常识,啊, 牛市赚钱也不是靠,靠利润赚的,对吧,所以,所以说我们就是, 所以回到那个总结,总结那个最最根本的结论, 我们要以革命的视角来去看待这些事情,而减少商业的视角, OK,嗯,嗯,那如果回到这个角度来讲, 其实是要讲另一套故事的,就是我觉得也没问题,啊, 就是我们是要在以太坊生态里面,呃,就是,比如说公共物品方面, 或者说公共社区方面,或者是说,以太坊生态的核心位置上, 我们做的贵限,我们讲我们的贡献能力,对,对,嗯,一定是, 那要讲那个问题,对啊,对啊,我们就是革命的一个分支, 就是我们,对吧,怎么贡献革命了,这个要讲清楚,嗯,对, 对,就是,阶段性还是要有一些,比如说你是加入了一个项目了, 或者说你加入Flashbox啊,还是加入了Dowstar啊, 或者做过做出我们相应的一些建设能力啊,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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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些能力是有一些阶段性的一些可以看见的一些小成果吧, 我们讲这个故事也是可以的,对,对,然后可以啊,可以,完全可以啊,对, 然后,都过干个几年,对吧,就是像Gitcoin一样,也也发了个代币嘛, 虽然个代币经济学,也不知道他搞了啥玩意儿,但是起码就是活下来了嘛,啊,就是这样,对, 你价值观症,去世闭环就行了,对啊,也没有人去诟病他的代币到底怎么样,对啊, 他仍然是很有正统性的一个项目,对,所以,对,非常重,对,就是就以这个视角来看就好了, 所以我们就不用那么担心,对,因为这个行业赚钱的现阶段吧,啊,赚钱不是靠那个, OK,我们说是,我觉得还是还是建议一下所谓的那个价值点吧,就是就是这个东西还挺挺重要的,之前我们是提过吧, 我觉得就比如说那个像维他利克,至少他提的一些个明确的一些个点, 然后是一些非常明确的价值点,就是就是也是这个意思,并且是要这种, 就是我,就是我也可以聊一下,为啥我更倾向于所谓的那个,啊, bonder,而不是那个sdk吗,因为sdk这个东西说白了,啊, 他确实是一个应用的一个重点,或者是一个工具的一个点,但是, 他的那个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就是sdk这种东西怎么讲呢,就是, 就是software development kit嘛,这个东西搞的很久了, 他不是说他,他不重要,而是说他这个东西没有落在一个明确的价值点上, 你比如说4337,那有哪些个明确的价值点,这个很容易达成故事,就那啥嘛, garden吧,paymaster吧,bonder吧,你找不出来什么太多的其他的嘛,原因是啥, 因为是这些个东西是支撑性质的嘛,没有这些个东西就没这个4337嘛, 没有4337就没有那个,现在所谓我们推荐的这个AA嘛,战务抽象嘛, 嗯嗯,就是,同意,就是,就是,就是我是觉得就是还是要去明确的去关注那些个非常非常明确, 但是确实又很难做,因为garden肯定很难做,那个圣洁不是在研究那玩吗? 应该深有体会,就是,肯定是很难做,但是难做反倒是说明这个东西是价值, 就是,并且我是觉得就是我们即时启动的,现在不是说bonder就要成为所谓的,呃, 所谓的第二个项目或组组的项目什么的,那先先启动嘛,启动先去比赛嘛, 然后先深入的往前去推进嘛,嗯,万一呢,万一要是说有比较好的一个进展呢, 还有就是目前其实有我对那个那个一翔这边的进展了解的比较多一点,就是实际上那个就是好好理解的就是这个需求啊, 还有技术化啊,其实已经基本上成型万在我看来,这只不过需要梳理而已, 哦,对我简单写了一下吧,我在简单写一下,那你你讲一下吧,等一下讲一下吧,就是现在那个上次调研一下pbs机制嘛, 对吧pbs最大的pbs就是builder proposal和puder的separation,对吧proposal是validator, 这是硬性节点的人,一旦他们验证节点被选择某个slot出块,他们就想要一直用多个border发出请求,对吧, builder是一直在网络和收集交易的人,他们把自己的规则打破坏成块啊,就是这个execute block,也就是payload, 然后发给他们proposer,但只发送了块头和整个块的收益,不发送具体的txlist, 发送拿到一个头之后,选择一个最后收益最高的块,然后呢,呃,然后对这个heater进行签名, 然后签名之后,对吧,收到完整的block发给proposer,proposal竞争的广播块, 其他印象对这个块投票,对吧,这个,这个pp,这是现在总结的比较清晰了,上次讲的确实是,呃,对,当然这个也是,那个,那个, 那个谁跟那个存慧哥,给我解答了一下一个问题,然后,然后相对清晰的一些, 那他的问题就是说builder一家独大,啊,因为,呃,builder,对吧,谁的能力更强, 他就会说是收集的交易更多,然后,然后,然后给出的auction可能会更好,啊,那就会存在这样一家独大的问题,啊, 那就是说,所以说flashboss也思考这个问题,他们在这篇文章中就要做一个快乐率的mmvch, 来去解决这个问题,对吧,呃,所以,所以,由此可见,比如说bonder的作为builder的工作的一部分, 势必会加入到这个生态之中,对,就与其他建设者共同的为以太坊确论化的努力, 就是我目前可以看到的是,就是bonder一定会成为builder的一部分, 他不会单纯成为一个中继,啊,这是我我目前比较确定的一个点,因为,嗯,因为,呃, 因为就还是这个问题,就是,呃,bonder他可以说,呃,来去,呃, 对吧,来去收集use operation,然后直接过去区块头,把把区块头发给proposal嘛, 所以他其实是可以完全是可以做builder的工作的,啊,他完全是可以做builder的工作的, 所以,呃,但是呢,我会认为说,在未来过程中,他大概就会被纳入到更大的生态之中, 比如说像flashboss他们做的SUAVE,或者说以太坊,他官方可能做一个,呃, 呃,或者跟flashboss一起推一个大型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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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 所以我们做的后,之前想的那个user pro,我觉得短期来看,OK,我们可以把它拿到一个卖点或方案, 但长期来看一定是会把纳入到一个生态里的,所以在我来看,目前来看就是bonder的安全方案的优先级, 是远高于他本身的去中硬化建构的,啊,就这个这个节点方案本身会会更重要一些, 然后剩下的就是如何插入到那个flashboss生态里,或者以太坊生态里,啊,是这样一个思路, OK,简单讲了一下,啊,啊,这边就是这篇文章,大家也可以也可以可以可以, 对,简单看一下,给一点反馈啥的,大概是这样,对,感觉有好多金句啊,这个海绵没有白研究, 哈哈哈,就对产品要是成点价值观的,那句话非常非常认同,对,海绵可以整理一下,我们这个微信可能不能发,可以发Mirror上面,对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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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这就是一篇,我觉得挺有指导意义的,产品的思考吧,对,嗯,可以,我再,我再,再,再完善一下,再完善一下, 对,已经完善了,我感觉我写的也还可以啊,可以,可以,没,没说你不可以,你的写的也很好,啊,对,对,对,真的挺好的,就是一起完善一下吧,就是,我还费了半天劲了, 两个作者,两个作者,要他的意思,把他也看一下,把他那个也看一下,啊,他那个看吧,他那个就是四句话,啊,我我其实写的不止那些,我那个没有,上面不是也是他吗,啊,对,啊,对,那个,呃,可能老婆的意思是,是想让我再讲一遍,就是你,你或者说你再扩充一下,就是把你那个写的,是在这吧,对吧, 哦,对吧,在这吧,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内容,我再,再,再明确的再重复一遍吧,是这样,就是我们,呃,我并不是说完全理想化的,这个,这个,提议,说是我们就,啊,你,你点开吧,点开吧,点开吧,点开了,我到时候再扩充一下, 在这儿吗,啊,在哪,你,你直接点开吧,别点开,我就对着那个简单的,我点开了,到时候再扩充,哎,能看到我屏幕吗, 哦,我,我刚刚好像有点延迟,哦,可以了,可以了,呃,其实就这几个点,我就不再赘述了,我就是想,想说啥呢,就是再扩充一下第一个点,就是这个价值点的选择上,就是,呃,就是说,那个, 呃,就是说,那个, 就是这些个点,就是,呃,这些个点,这些个点,当然那个DOSDA也可以,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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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去找这些个点 然后找这些个点里面 也是找这些个核心的点 然后我们去去做 他可能会牵扯到一些个 科技公关的一些个事儿 但是是不是 不是有 就对于我们来讲 其实不是有特别多的选择性的 是因为你 你做那些个应用的点 和工具的点 不是说不对 而是说这个大陆地区 他妈的他没有这个市场 你很难搞 就是还有就是 你做这个东西 因为这些个东西 他主要的 说白了 这个东西怎么定义他好 或者是不好 就是你做这个东西 有多少人用了 说白了应用和工具 就这个东西了 但你现在问题是没有这个市场 那就是你 那对我们来讲 咋办了 那就是 这个东西只能是作为 一个辅助的一个方向 肯定不能是作为 社区的一种重点 或者这个其实在早期 第一季会第二季会 其实也基本上 就已经现成共识了 就是因为这个应该是 基本上是确定的 只不过是啥呢 就是怎么去关注这些个点 其实我觉得 其实这个我在周二的时候 上周二的时候也有讲过 其实也并不难 你想每他那个东西 给你指出来了 你比如说 你比如说你想做这个 identity 你想抗拒物 那你关注啥呢 POH嘛 对吧 你怎么去优化他嘛 我操你要把那玩能优化了 你做出一个项目 那你牛逼都不行了 对不对 就是 其实我觉得并不复杂呀 就是 就是 回应一下那个焦哥说的 呃 就是目前融资的事啊 就是 其实就是这些个 这些个项目 假如说 我们第二个项目 我们只要踩中任何一个点啊 至少我们 把这个整个 我们做的事情 我们叙述起来 我们是理直气壮的呀 嗯 对啊 就是 那你不投 那是你的问题啊 对不对 我操 我感觉我们建设能力得到了验证 我好像感觉这个叙述 就是这个意思啊 越来越明确了 我是感觉普朗他叙述越来越明确了 而且很独特 就是就是这个叙述啊 我是觉得这个叙述没有什么问题啊 这个我这个我记得那 那天那个老胡 从洗手到 到我们一起回来 然后也聊 就是 我是觉得没有什么特大问题啊 就是 你 你反正我们做的是这些个 这些个 叫千佛说是给他这个提不提的吧 反正我们做的确实是这个 车链生态和以太坏生态 对 正确的事情 对 对啊 然后我们一直在尝试啊 就是 我们确实是 我们虽然说没有 呃 没有说特别多拿得出手的作品 但是 我们确实是 之前 比如说 那个 教哥 那个研究的这些个东西啊 我是觉得 这完全就可以拿出来去 去说呀 我不觉得这个东西 就换句话来说 因为因为因为我之前的那次创业经历也是啊 就是AI我们也是做了一年多 呃 当然我们那个也也是 就是 你做了一年多没有什么效果啊 那后面做出来效果了 就是 就是你你把这个 你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啊 就是因为我们也是在尝试各种各样的点啊 就是 就是但是这些个点 核心的点一定要 一定要具有这种正统性 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 就是其实 其实那个 刚才那个 呃 一想也展开论述了 我就不展开论述了 就是 你就是具有这种正统性 正统性是啥 就是对这个 对这个生态 然后别人一听就知道这个东西有价值 你比如说帮到了这个为啥 我觉得包括他提这个builder 就为什么就是这种东西很好 原因很简单 你这一提 你你你只要稍微懂点去发练吧 你就应该知道这个东西很重要啊 你这对吧 不言而喻的呀 但是然后你你加入进去 然后能够做一些事情 我觉得是挺好的呀 不管是那个啊 但是我我我其实没有那个 啊 一想要的那么强的这个情节啊 然后把这个项目做上 那你你比如说咱们去加入他那个flashboot啊 或者怎么着 我个人都觉得都可以 总之就是你得踩在点上 你得踩在点上 然后你得做出努力 对 你你你不能说这个急于求成 这个这个是最核心的 你虽然说是这个要融资 但是你要融资不能够优先于我们的定位这个需求 我们定位是要builder那个理财访生态 对吧 我们我们他们的定位不是说我们要融资 对不对 当然这个说的又极端了 反正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同意同意 我同意的 我的意思是说 完全可以两者兼顾啊 直播是比较困难 嗯 对 嗯 我说完了 嗯 对上次也说到一些融资的一些想法就是 如果 明年融资的话是希望可能是在社区有影响力 包括世界生态有影响力 其实是针对个人或者社区的融资可能不会考我们融资可能要讲一个新的熟新的叙事 就是我们可能不用不要不会签订任何法律条款 是全部原生的区块链的投资方式来论 嗯 嗯 就是凡是那种要签什么美元啊什么BVI什么法律条款的都不一样 嗯 对对对 这才是真正的区块链 所以他确实确实是考验我们在设计生态有些影响力的 嗯嗯对 挺好这也算达成一个共识嘛有有些时候会有一些需要沟通和强调的吗 确认的是的是 行啊 OK 我觉得我get到我想要的的 好好好那就太好了 对那咱们就是今天 对那行那那那那这个点就是咱们就结束讨论 咱们去帮了我也差不多聊完了 其实今天你也顺便说 对金版今天其实你要说起来我们也没有什么 还有还有这个就是这个这个东西聊完之后 刚才包括交给你那东西聊完之后 呃 我们可能再聊一下这个周会产品计划 哦我可能帮了再说多说两句 就刚才其实都说完了 就再总结一下 就是一个是为什么做是有片文章 然后第二个人的话 是那个存辉哥那边 然后包括呃普朗克这边 应该是也会有有几个人 就是就是呃就是刚才不是说了 那个圣洁要然后浩浩都会一起帮了弄吗 对吧 其实人的话我感觉会还是人力会越来越多的 对 嗯就是最近的话就会开启那个呃 一个一个一个节奏性的一个研讨会吧 就是说呃 抛一些文章 整理一些文章发给大家 然后大家把先先让那个存辉那边 把那个把那个认知拉到一个水平线上 就是游戏对337的 然后呢就开始去讨论方案具体的设计方案 然后技术选行啊 就就大概是这样一个 技术选行加上产品方案 对对对 就这样一个节奏 可以可以可以 诅定讨论起来 对 可能你就抛吧 需要大家怎么支持是吧 对对对对 好的好的 那我这块就就聊完了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周会内容计划 这个是呃圣洁提的 这个好像上次上次说的 对对 这这个先先我没关闭 这这个这个关闭了就行 因为在那个呃 有有有已经有之前的更详细的版本了 就就在pip 好的好的好的 那这个那这个我们就行 那我们就不讨论了 然后我看下时间哎对 我们家嗯你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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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家一个房间那个嗯 那周会是不是周会是不是开完了 啊其实是开完了 我感觉没什么讨论了没了吧 我还什么内容 没了应该没了没什么没那种 那个结果那个我们有有兴趣 可讨论那个刀斯大的 我们把那个文档过一遍 我我我看了一些一些 那个那个那个文档 那还是有一些问题想讨论的 可以啊你点开那两个链接 对这个一个就不属于周会内容了 都是 那几个都对刀斯大比较学习的 那个papro这个你我是吧嗯嗯嗯 你把那个他那个刀斯大的文档打开一下 其他的我觉得那个如果想听到就听不听的话 没关系 对他周会周会那个文档里面有两个链接 好那我要不要不我我我我我我可能回去看一下录像吧 我现在就是 你可以把主持人转给交哥啊 我看一下我stop share一下 然后我怎么把主持人转给交哥呢 我是n的是吧 我是livo然后 我给交哥好 好的好的我给你了是吧 现在已经啊 再给你共享一下你的屏幕吧 我共享一下屏幕稍等啊